吉桑瑞,大家好 有些时候是这样 你很勤奋,你很努力 你的运势也不错 你的运势也不错 但是呢,钱财就是不能够到你的 你的兜里来 你勤奋,你努力,你也不笨 经验不丰富,我们免说 那你就好好的锻炼吧 经验丰富 那么你也是很努力的 也不谈论是非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钱就不到你兜里来 什么原因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原神在作怪 都是原神的原因 而且是百分之百原神 百分之百是原神 原神的原因 我们个人原神的原因 所以不懂的原神 你注定啊 你注定就是遇到事情 没有遇到事就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懂原神的话呢 你遇到事情不容易啊 不容易化解 也不容易解决 就不容易解决 真的是不容易解决 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神 而你的原神也有五行属相 你的原神啊 本身自己啊 也是有五行属相 所以在这里呢 告诉所有的贵人 你必须要知道 你的五行到底属什么 有些人啊 就觉得说 哎 我的八字啊 不能用火 所以他不穿红色 在开始学八字 你可以这么学 但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或者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 不要说很高 就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不适合黑色 那你头发黑的怎么办 你的眼球是黑的怎么办 弄瞎了 你不适合红色 那你血液里面的红血怎么办 你不适合水 那你里面的水分怎么办 所以八字所说的 你不适合 是要看高级理论 还是普及 普及就是真的 不适合红不要用火 不适合火呢 就不要用红色 不适合蓝就不要用水 而不适合水 就不要用蓝色 就是这样 既经的人少带经 这个只是 一年级小学 一年级八字课程 到了二年级三年级 就不是再这样了 不是这样了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你本身自己 你的财 你的财心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很勤奋 你也有经验 但是钱总是不到 你的兜里来 这一定是出现一些状况了 就是我们拼命采油 第一 我们的车 启动了 你拼命采油 油箱有没有油 有 油箱有油 然后呢 你拼命采油 挂档 拼命采油 不动 那是什么原因 肯定是有原因 当然 有些人呢 就会下车来看看 对不对 我们呢 我今天呢 遇到啊 就是两个 我们的 这个贵人 也是有请老师 来帮他看风水的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的 其中一个呢 就说 他请了一些 是不是几乎两年了 每两年都来看 但是并不知道 他现在啊 东启之行运在何方 他不知道 那么我们看到了之后啊 我们跟他做了这个说法 我们教他 我们告诉他 他自己分析了之后 他自己也觉得是有道理了 这个什么时候 他的运势 还是不错哦 只是钱不到兜里 钱不到兜里 这种情况 是为什么 到底是哪里煮塞了 听清楚了 洗碗盆 洗碗盆 大家知道吗 洗碗盆 我相信 没有人不懂 洗碗盆是什么 来 洗碗盆 我们家里的洗碗盆 如果水 不通 就是一直在洗碗盆里 那个水啊 不通 水不通 一直在洗碗盆 那是什么原因 历廉什么原因 洗碗盆 堵了 对不对 堵了 那堵有分很多种 有一种是你肉眼能看得到的 哎呀 堵了 啊 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 那很好处理 有一些呢 是他的管子里面 堵是堵在管子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 简单 堵了 那么大家就用他的方法 用这个用那个啦 总而言之 要把那个水呢 给清除 堵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财 溢出来了 你的财啊 被溢出来 流出来了 那流到的地方 到什么地方 到那些 你没有预测到的地方 比如说 钱多的人有没有 有啊 这世界上随便也有钱多的 啊 留到哪里呢 留到孩子的健康了 留到动手术了 甚至痔疮 牙痛 这些也算 小钱 对他来说 不是大钱 拔一颗牙 一千块 小事 重一颗牙 一千块 小事 三千给你不用找 对他来说 是小钱 但是受罪 孩子生病 或者开刀 动手术 他受罪吗 他不受罪 但是他痛心 比受罪还要难受 说实话 所有的父母 你问他 孩子动手术 和 你的牙头 没有打麻痹针 没有打麻药 拔牙 你选哪一个 你必须要选一个 十个爸爸妈妈 十个都会选 不打麻药 拔针 只要我孩子没事 真的 这就是父母的伟大 今天我听到 我的贵人跟我说 他怎么去爱他的孩子 照顾他的孩子 我深受感动 我深受感动 而且 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 令我敬佩的老公 他的老公不信风水 只信科学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做了很多功课 他的老公是一个 要求很高 而且不容易动心 要就是 要相信就是要相信科学 最后 我很荣幸的被他的老公选中 做他们家的顾问 所以我去你们家看风水 我是你们家的 顾问 风水顾问 而不是风水师 风水师是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你请我去你家看风水 看了风水之后 拍拍屁股就走了吗 不是的 你一定还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三四年后 我家要油漆 四五年后 我家要装修 五六年后 我想要换一个沙发 七八年后 我想换个冰箱 九年到十年后 我想要 这个厨房重新装修 十到十一年后 可能我的孩子结婚了 娶老婆 我的女儿呢 嫁老公 家里多了一个人 家里少了一个人 这个时候都需要顾问 也就是我 从一九九三年到现在 我永远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顾问 但是到现在呢 已经过了二十年 他们还是在问 我也不用写信警告他们 不要再问了 二十年过了 要问就前来 不可以 就像是家庭医生一样 这是我的光荣 这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的福报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钱 会 不能来 水如果不在你的 这个洗碗盆 你的水龙头 没有水 没有来水 那就是什么 什么原因 水啊 水啊 你打开水 没有水 什么原因啊 没有交钱 没有交钱 没有交钱了 这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要喊一下 要喊一下 老公 不一定 他们来煮饭 炒菜 煮汤 所以他进来的水呢 是多少钱 比如说十块 但是他做出来的饭啊 洗这个洗的衣服啊 冲凉啊 刷牙啊 等等等等等等 为他解决许许许多多的麻烦 为他解决许许多多的麻烦 所以啊 我们说啊 舍小啊 祸大 但是你要会用 所以当我们没有水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财进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一定是水电费的问题 但是财呢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的财是属金的 财有金水木火土吗 有 财是有金 有水 有木 有火 有土的 有啊 真有啊 不是假有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 那么当我们的财 是属土的时候 你的财是属土的时候 那你可以做的 这个赚的钱 你可以做 关于装修屋子 只要有关系到屋子的 你都能赚 为什么 它属土吗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什么生土呢 你的财如果是属土的话 什么生土 火 生土 fire fire 火 火会生土 那火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用火的方式 才能够把你的土给 给激活 要用火的方式 把你的土给激活 为什么 因为你的土 是属于你的财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的财是属 五行属什么 所以你的财是属什么的呢 属土的 我是打个比方 那你一定要用火的方式 火是什么 火是积极 火是什么呢 火也是冲动 很多人说 冲动做不了事情 但有些事 是必须要有一点冲动的 要不然更不能把事给做好 有些人 一冲动起来 就很糟糕 那是冲动 冲昏了头了 所以啊 如果你的财是属金的呢 那要什么 要用土来帮助你 比如 如果你的财是属金的 你可以做什么呢 做股票 做银行 这都相当的不错 做金融也很好 做账也行 但是你要用土的方式 什么叫土的方式 土 就是老实 真诚 你看银行 银行的人 如果欺骗你 你喜欢吗 你肯定不喜欢 他也不能欺骗你 买卖车 买卖车的人 真正的能够做得长久的 就是塌塌实实 有些人说这样子会死掉 那你就不能够卖车了 很多人说卖车的都是很奸诈 那你错了 是你倒霉 没有遇到老实的 那比如说这辆车我就有遇过 他告诉我这种车的性能不是很好 你要也行 那我必须要把真话告诉你 我说没有关系 这是买给我老婆的 我老婆驾车挺慢的 那那行 你看 所以啊 如果你是以 你的财是属金的 那么你一定要以土为主 土能生 那么土是什么呢 土就是石 土者石也 不是叫你一直穿黄色衣服 黄色衣服 黄色衣服 那不是神经病的 要记住 那么你的财是属水呢 属水是什么意思 比如打个比方 不说你的工作的性质 如果你的财是属水 现在你头脑里面有一个问题 那我的财是属什么的 你先别管这个 我把五行财告诉你 那你就比较容易 知道 明白 了解之后 我们告诉你 你的财是属什么 一分钟 三十秒就可以了 严格上 十五秒就行了 所以这个不用急 不要急 欲速则不达 我们呢 慢慢来 如果你的财是属水呢 水以性质来说 比如说 我是在外面 跑动的 那是属水 买卖屋 买卖屋 他会外面跑啊 对不对 装修商 也是要在外面跑啊 他带有水的成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水呢 他是买卖屋嘛 但他不是建屋子啊 他是买卖屋啊 所以他有水的成分 因为他要跑来跑去 装修商 是五行书什么 很多人说属土 不对 他如果是 只是一个designer 收工的 他没有做 做木工的是属木 做土的是属土 做地上的属土 要记得啊 但是他只是一个收工 收了之后呢 打给工人去做 他帮你管 那个属水 我在外面跑 保险业 对不对 他就是有水的成分了 在外面跑的 那么如果你的财是属水呢 然后你又是做那种到处跑的 那你要以什么为主 以金为主 什么是金呢 哦 全身带金 这边至少都要有个金表 大金链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但是这个是小学一年级的教法 什么叫金 金者 神也 你要有精神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跑外面的业绩 累啊 天天这样子 外面跑啊 有时候跑到来啊 都没有什么东 什么东东都没有啊 你要坚持 坚持就是金 坚持是黄金啊 但是 让人家感觉到精神意义啊 金啊 精神意义啊 很重要 一定要懂得 所以做你的财是水 你想要发财 那就一定要有金的条件 金有可为 有可不为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 有些东西我们不行 要记住 所以 如果你的财是属水的话 你一定要用金来帮助你 记住我的话 但是 金里面啊 也有 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固执 很stubborn 人家 人家讲你不听 啊 这不行 这是金的 蛀虫 火 非常的积极 啊 非常快速 言而有幸 这是火 但是火 也有发火 啊 什么 啊 不要不要了 拜拜了 哎呦 水喜欢啊 这种火性格 那就是火的蛀虫 不行 大家要记住 你看 学到的土 是你的财心 金是你的财心 水是你的财心 明白了 那如果我的财心 是属木呢 那你要用什么 来帮你 用水来帮你 啊 用水来帮你 木 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 老师 教育 啊 书法 哎 这些都是属木 那么如果你的财心 是属木 嗯 你的财心 是属木 那么要用什么 来帮你呢 用水 水是什么意思呢 水 说话 言语 这个是水 语气 修为 这是水 啊 可以啊 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到时候呢 我们就123456 啊 这样没问题的啊 那45678也行 那么最主要呢 就是1234呢 是 哎 这个就是水 哎 这个就是水 当然 你的财心 属木 你要用水来帮你 啊 水 也是 水 船 水到 也叫水 水 也不能够啊 不能够这个 这个 在时间方面啊 是 非常讲究的 那是水 水 也代表着 在外跑 那也叫水 啊 水要记住 很多 补习老师 比较好赚钱啊 还是 在学校的老师 比较好赚钱 说实话 不能这么说 因为学校的老师 没得挣钱 他拿的是固定工资 他不是在挣钱 所以不能这么说 所以啊 你做老师是木嘛 对不对 那么你需要水来帮助你 那你就是要做补习老师 那你需要 吸水来帮你 那你就叫老师 那么如果是 火是你的财心呢 很多人都说 啊 财 是属金的 不对 我们每个人的财 都有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 你信了呢 福报是你 又不是我 你也不会说 哎 师父谢谢 我赚了一百万 拿五十万给你 那不可能 让你明白 是为了让你赚的钱 比较容易一些 哪怕是挣不到钱 你也知道为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挣钱 挣不到钱 要挣经验 因为经验 比黄金还要珍贵啊 所以我们说 穿经代赢啊 什么叫穿经啊 经就是经验啊 什么叫代赢呢 你一定能赢啊 你输不了 叫穿经代赢啊 经是经验 赢呢 是胜利的意思 所以穿经代赢 并非你们想象中的 那一种穿经代赢 如果你的财心 是属火的话 那怎么样 财心属火 你要用木来帮你 用木来帮你 打个比方 你的财心属火 然后你呢 是做这个饮食的 你是做饮食的 大家去看看 饮食的第一招 我们去一个地方吃东西 我们打开的 那个叫什么 菜单 你看那个菜单 写的菜 写的文 写的菜 没有那个菜单 可以吗 不行 菜单就是文法 文 木 就叫文 设计 就叫木 设计的美美的 弄得干净的 那就是木 木是什么意思呢 慢 哪一棵树 今天你看到 它是这样 明天你看到 它就长大的 哪棵树 告诉我 树 不 如果没有十年 二十年的杂根 它能够长大吗 它能够开果吗 不可能 结果吗 不可能 树 就是要耐心 木 就是要耐心 所以 如果你的财心 是属火的话 它告诉你的 就是你要有耐心啊 兄弟 姐妹 家人们 你的财心属火 你又那么没有耐心 你要发达 难哦 十个里面 保证十个发不了达 只要你财心属火 那你又又很急性 那你就蹲在那个火里面 也就是守在财里面 俗称守财奴 有些人的八字只挣钱 天天挣 花在孩子 不要 老公 不要 老婆 不要 花在自己 不要 花在爸爸妈妈 不要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还真遇过 这种就是什么 就是死在他的钱财里面 所以 刚才所说的 土 你的财心是土 你的财心是金 你的财心是水 你的财心是木 最后 你的财心是火 我们都为你分析过了 听得懂的 他就知道 你养一只老虎 你不可以用 养牛的方式去养他 你不可以用养狗的方式去养他 不可以 你养的是一只羊 那你天天给它吃生肉 那不可能 你养一只老虎 你天天给它是最好的羊吃的那个草 你养的是老虎 你给它吃草 最好的哦 最棒的哦 他不吃 饿死了 同样的 你要知道你养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叫做 养财 财是需要养的 一生当中穷 一生当中苦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养财 首先 那怎么样才能养呢 首先第一步 你的财的五行属什么呢 属土 我的财就是属土的 用火来养 属金 用土来养 属水 你的财是属水的 用金来养 我的财是属木的 用水来养 你的财是属火的 用木来养 所以刚才告诉大家 就是养财的方法 这是多好的一个教会 教导 那么让大家都知道 重要吗 重要啊 现在什么行情 现在什么科技 现在什么样的 这个年代 很多人说啊 可以不要钱 但是不能不要健康 其实啊 都是一样的 钱 财 是不一样 钱 是钱 财 是财 当你用钱 去生钱的时候 那就是财 我们说 理财 没有人说 理钱 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 是一千块 你拿这个一千块 叫人家帮你理财 没有人会帮你 怎么理 什么叫理财 理财 财 就是长远的意思 我们做人 要懂得怎么理财 这是真正的一门大学问 想要知道怎么样理财 财是什么呢 财就是一门大学问 财和钱 财会告诉你 你一个月的收入 不管是多少 百分之百里面 你要拿百分之三十 做什么 然后百分之二十 什么 然后百分之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那是财 叫理财 谁都是一样 你一百和一千和一百万和一千万 都是一样的方式 来这么做 那就是理财的方式 财是有system的 财是有规定的 财是有规矩的 钱没有 钱没有 所以要记住 钱再生钱 那就叫财了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知道 你的财心到底是数什么 觉得讲得好 你就帮我分享 觉得讲得不好 那就算了 懒得分享的 我也不逼你 但是有支持才有动力 那么我们再说一点 深奥一点 我的财 是属土的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做 property呢 就是我是不是要做买卖屋呢 我是不是要去卖土呢 我是不是要做土有关系的呢 不是 不对 这样子又不对了 如果你的财是属土的 你不一定要去做这个土 你可以做这个卖水的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用土的性质去做就行了 如果你的财是属金的 那我可以做竹草吗 火克金啊 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呢 你用金的性质去做 那你的财是属水呢 可以做火的行业吗 可以啊 你用水的性质去做 你的财是木呢 金克木 你可以用金来 那我可以卖黄金吗 我可以卖车吗 我属 我的财是属木哦 我可以 我可以卖车吗 不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 金克木啊 真正的 你要用金的性质去做 如果你的财是属木的 要用木的性质去做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 重要啊 啊 我的财是属水的 那那 我难怪啊 难怪 我做煮草 做火的 那我做烧烤的 哎呀 难怪不赚钱啊 不赚钱是不是因为 行情的关系啊 不是这方面的关系 我的教法 是三四十年 累积出来的经验 与五行大义 啊 里面的精华 那教给大家 我都经常说 九十三年出生的人 啊 九三年出生的人 现在都做什么了 有些做老板 有些都有孩子 结婚 有孩子 有些还有三个呢 啊 驾大汽车 做大老板 结婚 升职了 所以啊 我的经验 如同一个人的完整片段 如果我才刚刚开始十年 那说实话 这小学还没毕业 所以你不信我 是我吃亏 还是你吃亏 那么我现在来跟大家说的 比较深奥的 啊 我是 我的财心是属水的 那我是做煮草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用水的性质去做 那你就发达了 什么叫水的性质 打个比方 我的财心属水 我可以做火吗 可以啊 水的性质是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叫水的性质 那你就要知道水的性质了 水是什么 你身为炒菜的老板 你要出来 嘿 Mr.Lim 谢谢 谢谢 啊 来了 来坐 今天几个人 哎 Thank you 我去炒菜 你吃什么 你跟我的人叫 谢谢 谢谢 哎哎哎哎哎哎 Ariba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哟 来了啊 哎 Thank you 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做 那就水的方式 当然 水你不是说要流动吗 对啊 你流动啊 那如果我流的远一点呢 跑到对面了 那不对 在你的周围就行了 这是一个水的方式 做主 如果你是做主的 做火的 你水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养的这些 员工 都要笑面迎人的 Hello Mr. Chan你好 又来了Mr. Chan 今天要打包什么呢 鱼吧 不要吧 昨天刚吃哦 今天还要吃吗 这个就是 水的方式 跟你做什么行业 没有关系 那你的 这个uniform 你的那个 人穿的 蓝色的 代表什么呢 水的方式 这就是真正的 不得了的方式 所以大家要记得 也要记住 那如果你是 你的财心是火 对不对 那你卖什么 我是卖汽水的 我是卖咖啡的 熟火 我的财心是火 是不是不适合呢 你用火的方式 你用火的方式 什么叫火的方式呢 灯光要亮 你的财心熟火 你卖水 对不对 灯光要亮 你的display要亮 你的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菊花茶的什么啦 那个要打亮 打亮它 让人家感觉到呢 很红火的意思 以热为主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要以火 因为你本身 自己的财心 就是火 那你要以火 火是什么意思呢 服务快速 绝不马虎 那是火 那如果你的财心是属木呢 那以什么方式 慢工出息货的方式 欲数则不达的方式 因为木 是代表着慢 不是叫你手脚不快 而是叫你呢 慢工出息货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你的财心属什么 那如果 你的这个财 是属金呢 那你要有精神 精神要好 不管跟谁做事情 你这是永远最最终 自己的发型和穿着 那就是金的方式 嘿 哈喽 你好吗 早睡早起 要睡得宝宝的 因为你的财心属金 所以财心属金的人 要精神要异 要非常好 要睡得饱 不是吃得饱 那你的财心 如果属土呢 实也 就是诚实 老实 坦诚 所以知道了财心 是属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都说那句话 如果你的想法 和你的做法 是对的 那你的口袋 怎么没有你要的 所以你到底做的对 还是不对 不如用一点风水 和五行八字的方式 梁振决给你的方式 来做一点点的 这个参考 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风水 风水最不容易指点的 东宅为宅之气 宅之气好 选东宅之气 就是你的宅气好 我们就要纳 就要取 就要用你家里的气 来给你 第一 第二 你能不能够纳得到财 你的八字纳不到财 我们把你家里的财位 给启动了 你还是拿不到财 就像是银行 银行里面 你没有户口 你就不能拿钱 很多钱啊 金电 金电是不是很多是黄金啊 是啊 是不是你的 不是 不是你的 很多人说 是那个老板的 错 也不是老板的 没有人的 是谁谁的 谁买就是谁的呗 看不是你的 如果看是你的 哪间金电不是你开的 是不是啊 老板拿这条也要给钱啊 还要给工钱呢 是不是 到底是谁的 出手去买 拿钞票出来 那就是你的 所以我们的财运 到底能不能纳财 你的家 很多人 你的家是东宅 他就用东宅的气 跟你看 完全不顾虑到 这个男女主人 能不能够 是不是时候 他的八字 他的运势能够纳财 他八字不能纳财 你启动那个财运 干嘛呢 给他流口水啊 对不对 那如果 这个是西宅 他启动他的西北方 启动他的大财运 那这个人 他不管是东宅西宅的 他不管了 他就是启动 启动了之后 他的工作就完了 我们的工作呢 不是 我们的工作是要了解 你的八字 比这间家还要强 那么就算他是西宅 你是东宅 你也能住 好几人说 喊头比一朵 所以大家要记住 很多人说 这个命啊 全都是自己说的算的 说这句话的人 现在过得怎么样 或将来过得怎么样 二十年后 他过得怎么样 你说的算吗 那你就不用听别人的 命和你说的算不算 这是两码事 你说的算与不算 那是你的经验 命 它是有固定一个方案的 它是有固定的一个system的 不是说 不是说 我那八字注定 你是一个穷人 那你一辈子就穷人了吗 你的运在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穷 命注定你是一个有钱的人 你就有钱吗 你的命注定你有钱 你就有钱吗 不一定 命注定你有钱 运是告诉你 你怎么才会有钱 换句话说 命注定你是一个穷人 但是运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穷 而知道运的人 他只要稍稍的 不让他走那几条路 那他就不会穷 他就不会穷 人的命 人的命 一旦好命 好运的时候 你不出发 你不动 好运来了 你不动 你不出发 你不出发 你不动 你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一直在那边也 也不在要做些什么 那你说 你的命会好吗 你的运会好吗 所以什么时候 才是真正的好命 该出手时 要出手 那就是好命 什么时候 是苦命 该出手时 不出手 那是苦命 所以什么叫做富贵 什么叫做穷光蛋 穷光蛋很多时候 他的八字都是注定 他是一个大财主的 那为什么他会是穷光蛋呢 他的命注定 他是一个大财主 他的运会告诉他 怎么成为一个大财主 问题是他不认识 就比如说一辆车 车子就是命 车子就是命 请你懂 记住 车子就是你的命 那么 历连 车子就是命 请问你在新加坡 不要说中国 就是在新加坡 这辆车 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啊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啊 对不对 如果在中国就可怕了 南京可以去到北京啊 北京还可以去到东北呢 是不是啊 新加坡还可以驾到哪里去啊 马来西亚 泰国 还可以驾到 云顶 不要说那么远 就新加坡 你有车 你是不是可以驾 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 所以记住 车子是命 他没有一个地方 是他到不了的 我们的命就像车 哪里都可以去 你的运就是你 驾车的那个人 你不懂的路啊 你不会去啊 命是不是注定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但你不会啊 哪里啊 直啊 弯啊 哪里 啊 回家的路都不会去 拿了新车之后呢 第一天拿车 很开心 然后呢 签了名字吧 OK 恭喜你哦 小心哦 拜拜 慢慢叫新车 好 怎么回 不会回啊 最命是车 路 你会去任何 如果你问我 车子可以去哪个地方 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问题是 这个人不懂得怎么去 再说 把它说成我们命运 你的命 注定你会发达 但你的 你的运 不懂得怎么走 那就是需要指点 所以遇到一个指点的人 难不难 难 很难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到底是 遇到一个师父难 还是师父遇到一个 听 能听他的话的人难 我跟你们说实话 遇到一个真正会算命的人 难了 遇到一个真正会算风水的 难 今天 我就听到了一个 我很惊讶的事 他请了一个老师来他家看风水 就是指点一下 然后呢 不久他怀孕了 孩子很可惜 好像是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就在流产了 还帮他 我告诉过大家了 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们 如果一旦流产 千万不要给这个流产的婴儿取名 要记住 我们说什么 明上面有个字叫做命啊 命运的命叫命名 叫命名 他都还没有这个命 你怎么能给他名啊 给他名好超度啊 你知不知道 你就算是领养的 你就算是领养的 你不懂你爸爸妈妈是谁 明白了吗 你就算是领养的 你并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是谁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不懂你爸爸妈妈是谁 你不懂 你不知道 但是现在你的心里面 生我 生我的父母 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我愿意将功德 回向给 生我的 那对父母 我不 我不会去介意 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我唯独介意的是 我为什么不能够 孝顺他们 将念佛功德 回向给他 请问 你说 他们能不能得到你的回向 佛教说 可以 我没有说他的名字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要记住 千万我们流产的宝宝 千万或者是说 死掉的宝宝 还是什么 千万不要给他取名字 除非说这个宝宝已经出生了 然后有那个抱生子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像是 有些人 他的宝宝都 都还没出世几个月 就 就没了 没了之后 他就去跟他做一个神主牌 哎呦 我的妈 那他怎么投胎 要记住 那么有些人说 那孩子一岁就死掉了 能不能投胎 能投胎 因为他的因果就是一年 他的债也是一年 他生出来了 还债了 没有债了 他就走了 那名字是绝对可以的 但不能拜 你爸爸妈妈这样子 一这样跟他拜啊 他就完了 所以通常我们说 不能拜的 不能拜的 我们把它放到最高最高 那个骨灰啊 把它放到最高最高最高 不能拜的 把它放到最低最低最低 也行 也可以 有些人是单身的 单身人士 没有人来拜他 也有一些我看过 有了老公 最后呢 他死后呢 他老公啊 嗯 就不说了 所以没有人来拜的 我们可以选择在最高最高的 是行的 又或者 可以选择在佛的旁边 也可以 就是这尊佛 他在这里 是可以的 是没问题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 如果有人想要我 去帮他做这个旗鼓的话呢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去帮我 我对这个旗鼓的旗鼓的旗鼓 都不愿意